氧氣的分子組成 我們看一下第五題 第五題瓜伊 他問你說氧氣的分子組成 我用哪個圖來表示會比較好 同學 不是氧氣是臭氧 臭氧是O3 三個氧結合在一起 那他真實長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三個氧首先手合在一起 那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這樣子 直線的 一種是有角度的 那到底要選哪一個呢 同學氣選左邊的 臭氧他跟水他都是有點彎彎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畫水的話 我們在畫水的話 也是必須要這樣子畫 這是H這是O 他也是有點彎彎的 那這為什麼會彎彎的要到高中 會跟同學做解釋 他不是一種直鏈狀的 所以這個要稍微記一下 在國中階段的話 臭氧三個合在一起 會有個彎彎 會有個角度 再來第二個 現在很流行考的 題目很長的 所以同學你要先看這種 題目很長的 這種問題的話 你要先看他的問題 要問什麼 然後回去再看內文的時候 你再注意 從文中他都有講說 ADC這三個選項 他都是對的 所以像臭氧對人類的呼吸 習慣是有害的 這沒錯 那臭氧也可以拿來通入 那個游泳池 拿來當作消毒器 這也沒錯 那C選項 臭氧濃度太高 會讓農中減產 這也沒錯 這些文中都有寫 所以你就要把它 閱讀的時候要認真閱讀 那珠選項措施 急救的時候可以讓臭氧 讓病人呼吸 同學我們人是需要氧氣 氧氣跟臭氧 他的多了一個氧 不是說我們可以吸 比較少的臭氧 可以得到比較多氧 並不是這樣 你如果說臭氧跟氧 他的化學是不一樣 事實上他整個性質都是不一樣 比如說氧氣可以幫助燃燒 臭氧他就沒有幫助燃燒這個功能 可以嗎 所以我們身體是需要氧氣 不是臭氧 就不能給他吸臭氧 吸臭氧進去 如果你一直給他吸臭氧 那個病人還是會自吸而死掉 因為他沒有得到氧氣 可以嗎 這是我們的第五題 來推 nuestras 走開 走開 到老隊 給大家也注意 感谢观看